另外许多人喜爱用豆腐乳来配稀饭 但其实豆腐乳也能够自己做 寿风乡客属会21号在风里村的老人会活动中心 举办了首作客家豆腐乳的课程 教民众将豆腐切成丁晒干 再加入盐、豆麴或是米麴 天然发酵熟成的豆腐乳 让参与的民众非常期待又喜爱这个美食制作的过程 好吃的豆腐乳让报名参加的民众都期待 下一次能够持续办理研习课程 豆腐乳达人蔡志宇说 手工制作豆腐乳首重挑选咸味较重的豆腐 较方便保存 接着需要把豆腐泡水两个小时 再蒸煮去除多余的盐分 进太阳风干或自然阴干后即可壮灌 这个豆腐是我自己制作 自己晒 晒好之后才有办法制作豆腐乳 一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它们可能是用干燥的方式 那我是用太阳自然的曝晒 让盐巴能够加到豆腐脚里面去 让它能够均匀的瘦在豆腐脚里面 那我们的豆腐乳还会更好吃 今天的研习课程是由受风箱客属会所举办 现议员张怀文、徐雪玉、立委服务处处长陈文青及村长都到场致意 在这个研习会当中 大家不要 他私底下跟我讲 不要很紧绷 用所谓的很快乐的心境来迎接我们 受风客属会理事长张仁俊表示 推展客家豆腐乳制作研习 希望让许多喜爱客家风味小点的乡亲 透过讲师的教学 学习如何制作、手作、豆腐乳 让客家味道与消费大众一起来享用 还能够达到保存文化的目的 记者林杰、受风箱采访报道 列 quand台课业